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继续下来,继续下来讨论 OK,我们看看 好,那我们的这一边呢 所有的东西的这个运算啊,我们再快速再用一分钟讲 我们希望知道打进来跟散射数据当中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猜测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的实验呢,就会你打进去一个东西 这个是你控制的,这个是你量测的 所以这两个呢,在不同条件下面就会给你一个也可以选在这边 这个是你得到的,实验得到的 好,那得到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咋样,对不对 所以我们剩下的就是要了解这个东西到底跟这里面细节有什么关系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我们把这个的名称定义为Differential Cross-Section OK,那简单的呢 就是说这个打进来的面积从这边散出去的 那彼此的关系大概就是类似这样子 那么我们把这个呢,对着侦测 记住这个侦测器有一定的一个面积,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它一定有一定的开口 所以这个叫Domega 假设你把侦测器移动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的读数全部都侦测了 这叫Total Cross-Section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办法就是把它每个位置的通通加起来 就变积分嘛,对不对 OK,好,谢谢 来,这个呢,发下去,一边一边写,一边听课 OK,不要为了加分都不听课 OK,剩下的呢,请拿到前面来 假设你的意见不够写呢,背面也可以写,知道吗 OK,写这个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大家可以学得更好 OK,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要怎么做 才可以让你学得更好 这个是我很希望能够知道的 OK,或者是我试的这些东西 那有什么东西对你一点效用都没有 那你要赶快告诉我 这样,我要是医生啊,我开了药才不会都白开了,对不对 或者是我开了药呢,你过敏了 也就是说,我以为我教得很好 结果你完全听不懂 甚至于本来懂的,都被我搞得不懂了 那就代表这个药物很烂,你知道吗 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换个方法 OK,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要来求 那最简单的一个是说 我们把这个过程用个简单的 Schödinger Christian来表示 也就是这个Party Code经过了这个胃能 我们现在是考虑一种胃能 这个胃能是球形对层的胃能 所以只跟半径有关系而已 那么这样子这里面假设 我能够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IgonFunction 那我就可以从Flux的眼光 打进去了跟出来了 我就可以求得这个造成什么东西 那么在初误 我们还不晓得该怎么解的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假设 这个的Wave呢 一定是一个平面入射波 撞到它之后有散射出去的 球状的散射波 那我们用这个概念 简单带进去计算一下呢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所求得到这个东西 跟着里面的这个球状 破前面的这个方程 是有绝对的关系 这个叫做Sketron Amplitude 跟着它平方有关系 那剩下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想知道这个是什么 就变成我们想知道了 Sketron Amplitude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开始假设 假设呢 很简单的 反正你这个一散射到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 请你告诉我跟这个V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嘛 你已经远离样品了 很远的地方 假如说因为球状对称 我们的镜 镜上面的 这个Wave Function 就可以写成这样 跟这个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一解 发觉 这个球状波跟这个形状 还真的一模一样 我们这样假设是对的 OK 像假设呢 虽然说很直觉 但是也八九不离此 但是呢 我们不能只用它 你还是解不到它 所以更近一步就比较靠近它 比较靠近它 那靠近到什么地步呢 靠近到这个 未能呢 不会影响到外面 但是距离够近了 所以后面这一项不可以消失掉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求到一个解 我们就把这个Sketler Amplitude 算出来了 算出来 这个是R吗 没有 这个地方要R平方吧 什么VR 没有嘛 这是定位能嘛 是R分之一 这个地方我们还不管 我们只是说它这个球形对称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管 这边还是维持通事吗 因为它的影响一定会大于它 它的影响一定会大于它 所谓的影响 是出来了 这个只是一个equation而已 只是展开来球状上面一个 一个量子化的结果而已 但最重要的作用是它 我们现在呢 因为真测是在外面嘛 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在外面看它而已 OK 先暂时用这样的方式来看 因为真正的解 你就必须把它丢进去解 那我们不晓得解出来会是什么东西 或者解不解得出来 我通通没有概念 那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approximation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面呢 因为我们现在目的不就是要求得这个scattering amplitude 那么在这种状态下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拟的scattering amplitude 它就可以写成类似这样子 只是呢 有写跟没写差不多 因为前面的系数不知道 但是起码我们更深一层 更了解一点东西了 对不对 好像剥洋葱样 我们一层一层剥掉了 我们看到外面一个问题 到底这个洋葱里面 里面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就第一种拨开来发觉 跟着这个有关系 这个拨开来之后发现 又跟着这个有关系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继续的把它怎么样 用想尽办法来算 结果我们发觉 你要了解这个 就必须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 当你在样品外面的时候 我们发觉 这个东西的解 它可以是拼面破的解 它也可以是这个解 反正是它只有一个解 也就是形式不一样而已 只是这两个表示都一样 你们有没有看过 那个网路上面的 那个化妆技巧的 那个展现 对不对 哇 你看看 两个判若两个人 是不是同一个人 是啊 而且 我看看是不是昨天 前天 前天晚上 在我们的文化中心 四川呢 有来这边 办一个展出 他们有个叫变脸的 你知道吗 我没有去看 我女儿去看 她说她变十五成 十五成 也就是说 她这样的手 这样子挥一下 脸就变了 她可以变十五次 好厉害 对不对 OK 但是不管怎么变 都是同一个人 所以呢 这边是告诉我们 不管你的解释 什么形式 都是同一个形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这两种形式 一种互相的推敲 最后告诉你 假如说呢 它就可以形成 类似这种形式 这种形式 在我们hard sphere上面 就可以 稍微计算一下了 这个我们上次 全部都算完了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将C而算出来 算出来 丢进去 最后的cross section 通通都可以算出来 只是算出来 看不懂而已 因为这边太复杂了 那么 假设我们可以把这个 approximation 都用趋近的方式 在low energy下面的话 那我们就发觉 它total cross section 会等四排A平方 OK 那这样子就可以 给我们一些概念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边的假设 都还是维持在于 我够远 这个V呢 可以把它看成0 但是我们知道 它就是一切问题的来源 它是重要的原因 对不对 那么 我能不能更加清楚 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那这个才是我们 很想要知道 我们可不可以知道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继续的要从这边 把它算下去 好 那我看看啊 我要保留 OK 这边呢 我现在要从 我看看啊 这边 稍微把它算一下 但是我要把它整理成 不同的形式 OK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边的解呢 我们基本上啊 假如说只有这个呢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 我看看 我写在那边 写在这边 好 擦掉 下面擦掉 记住 这个解在这边解出来呢 它会有一个平面波 再加上这个形式 但是呢 OK 这两个人呢 Syspherical Hanko Functions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再把它呢 转换 因为U啊 跟大R呢 是不是 U除以小R就变成大R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计算大R 大R算了一下之后呢 我们发觉在原厂 记住我们要把它简化哦 这简化的过程呢 请大家呢 推导一下就可以了 它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OK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一个形式 那么假设用这个形式来看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啊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是 outgoing spherical wave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 incoming spherical wave OK 我们发现 它现在突然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待它 它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往内入射的球状坡 跟往外散射的球状坡一样 而且仔细看看 它们只有方向不一样 强度完全一样 因为都已经提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发觉这两项是怎么样 大小是一样的 They are equal OK 它们是大小一样 当然了 你可以说很简单的 我们就把这个写成啊 类似这样子 反正这个是expression 负i什么东西 expression正i什么东西 两个相结 下面出一个2i 这就变sign啊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kr 减掉lpi over2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记住 我从这边算起来的 这边无论如何 我都apply一个v等于0的这个限制 那么假设v不等于0 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会等于0 当然他一定不会等于0嘛 等于0那就没戏场了 一定不等于0 所以不等于0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记住一件事情 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状态下面 假如说 我们入射的颗粒素 电子素 跟反射出来的电子素 是保守的 是保守的 也就是说 我进去10颗出来就要10颗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 我进去10颗就出来 只有2颗 那其他8颗跑去哪里 你说被它吸收了 那是另外一种状况 我们先看看这样子 其实那个也是保守 只不过那时刻是跑 被它吸收掉 你把吸收turn 弄出来 也是可以的 所以重点就是 进去跟出来一定要一样 那么有可能你进去 跟出来的坡 虽然说强度一样 但是他们在用坡表示的时候 我可以相位上面不一样啊 对不对 也就这个sign呢 我可以前面 里面再多加个相位 两个相位未必要一样 谁规定它一定要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灵活嘛 那么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什么 这个R呢 就把它写成这样子 负的2i kr 完全一样哦 你看看哦 exponential负i kr-kr-lpi over 2 这是这边的 这是这边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我要在中间加入一个 一个狮子 可以这个样子 OK 加入这个狮子 到底这个狮子是什么 我们现在当然不知道 OK 当然不知道 但是呢 有一个重点是 这个东西怎么样 它的期望值一定要等于1 也就是等于1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它 也就是说 你flux本身一定要conservation 进去跟出来一定要一样 OK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假设你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猜啊 它是什么形式啊 什么东西 它的complex conjugate 乘上自己 会能给1的 有什么东西 那最简单就是exponential形式 对不对 假设我有个exponential i 什么东西 管它是什么东西 它叫做delta 我看看 我能不能设定 它叫做delta LK OK 为了方便起见 乘上个2 你有没有乘都没有关系啊 假设我设成这样子 它的平方永远等于1嘛 因为conjugate之后 它会变成负的 在乘上没有负的 那当然exponential 0就等于1啦 我先设定成它 可以变成这样子 OK 我这样子设定它 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们 就可以有比较清晰的一些东西 OK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把这个保留了 那我们呢 就发现一件事情 假设你那边可以整理成赛 我这边也整理成赛 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那就会变成这样子 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大部分都跟左边的下面完全一样 Kr分之多少 Kr分之多少 一样 上面是Shy 它也是一样 但它多个相位 前面都有exponential i 但是对整体呢 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真正物理量能够量了 一定是它自己的什么 期望值 所以它就会消掉 OK 好 你看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有一点像 我们上次讲berry face 当我一个垫子呢 沿着一个flux 因为它外面有什么 有vector potential 我沿着右边转 跟沿着左边转 这两个感觉上 不应当有什么差别吧 最后竟然得到个相位差不一样 所以当这两个在什么一碰面的时候 它们一定会产生近视性感受 或破坏性感受 OK 好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呢 那么我们的 eigenfunction 就可以写成这样 请大家再重整一下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所以请你看看 这个形式 跟我们一开始 所假设的这个形式 这个 或者是这个 你看我们无论如何凑 一定要把它凑成到这个样子 对不对 经过整理完这 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的一些 就是它的这个 f k会等于什么东西 那事实上 这整个东西 假设一比较起来 这个不就是等于类似 f f c打跟phi吗 phi我们现在已经对称 所以phi把它丢掉 是不是就类似这样子 对不对 好像这样子 OK 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开始 来 你可以运用同样的方式 我们从flux来 同样的来计算这个flux 打进来的 打出去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快速的把它写完 我们同样的 从flux眼光来看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有这个 对不对 那么我们很快的呢 经过这个的计算呢 我们就可以 可以写成这样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当然跟那边 形式未必完全一样 但是呢 各位算一下 就可以算出来 它是这样子 然后再由真 OK 有了这个之后呢 是不是这个就可以算 这个本来是等于dc打 dω 但是dc打不就等于f的平方 dω吗 你就可以照算 算啊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ok 你就可以得到这样子 这个东西 好 其实这样子根本就看不出来 它到底能够干嘛 OK 因为这里面呢 很多东西呢 我们要更加一步的下去 用实际例子啊 来看啊 maybe maybe maybe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好 这里面呢 事实上这个东西啊 跟这l有关系 对不对 跟这l有关系 那么假如说呢 我们把这个呢 skeleton amplitude 我们把它取 f呢 让它为0 然后去虚数 OK 那我们经过 把上面这个这样做完之后呢 我们发觉 它可以写成什么 4π分之a的sigma total OK sigma total 这个就是total 我们发觉呢 单单这个的虚数部分 可以写成类似这个样子 OK 这个到底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optical theory OK 这个必须要先讲一下 虽然说这边的计算啊 都是假设 现在是弹性喷撞 我进去的跟出来完全一样 但是optical theory呢 在非弹性喷撞上面 它照样是适用 OK 照样是适用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东西 当然这个是可以证明的 我看看怎么证明 好 既然这个是弹性喷撞 那么假设是非弹性喷撞 怎么办 非弹性喷撞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知道这边是这样子 假设是非弹性喷撞 这边我写下 elastic scatine 假设是非弹性喷撞 那我们前面要乘上一个像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它大小一定会有所改变 那我们呢 slk呢 就可以写成 在原来的exponential 2i delta lk呢 前面要乘上一个eta lk 那eta lk呢 一定是怎么样 在1跟0中间 假设1大l等于1 那就是这个状态 那么它就是个完全弹性喷撞 假设呢 假设呢1他等于0 那也就是说这个不见了 你只有入射了 却没有往外跑了 那代表什么 吸收 那你就可以得到它各样的状况 ok 各样的状况 好 这各样的状况 我们今天先不讲 因为我要再讲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在课本上面呢 steven的这本呢 它上面有很多个例子 我要你们大家回家看一下 然后有两题七题 是在这上面的 在这本书chapter 19 ok homework 第三题跟第四题 抱歉 第三题跟第五题 记住 这边只有两题 但你只需要交一题就好 所以请你们自己呢 选一题来做 需要花一点时间 我希望你们呢 集体啊 大家 成为group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ok 任选一题 ok 这题给你们两个礼拜的时间做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 这边呢 当我们碰到V不等于零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做的是引入的一个 叫做S的这个函数 因为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有香味有所不同 因为这个引入就类似在这个sign上面造成一个香味 ok 这些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嘛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数值是等于1或等于0来决定 它是弹性碰撞 或者是完全吸收 或者是处理在中间有吸收有弹性碰撞 两个都有 那你就可以得到它整个完整的一个感觉 但是常常人家在算的时候 我们总是很希望能够从另外一条路来着手 假如说我们能够直接就可以得到在有V下面的状况 这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我们还需要算出这么多吗 你看看到这种Basal Function Hanko Function 哇 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 全身就有一点发抖了 对不对 何况还要下去计算 那不是更加辛苦吗 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式 有 再来呢 就是我们第二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我们 所要讲的 Bound Approximation 好 我从这边擦掉了 我们说过这个整个实验呢 其实是在一个蛮稳态的 虽然说它是动态的 但它结果是很稳态的 比如说我进来的这个东西呢 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所进来的颗粒数是固定的 你实验就要控制得很好啊 OK 然后散射出去呢 当然它也是固定的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知道这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 Time Independent Shouting Question 来表示 OK OK 那其实就是这个实验而已 我们把它操一下 它就可以写成为这样 OK 我只是呢 把这个实验呢 再操一次 而且这个时候这个V啊 目前这个V 先不管它是什么鬼东西 只是个V OK 好 现在我们要稍微把它改写一下 OK 请大家看 我把它改写成这样子 OK 第一个K呢 很简单 就是2Me over H8平方 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两个这个数字呢 除过来 除过来是2Me over H8平方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个的开根号叫做K 所以这边就变K平方了 但是因为有个负号 所以移过来变正 再加上来的 这个V呢 我就把它移到右边来 移到右边来 Q呢 等于什么东西 这边有乘上2Me over H8平方嘛 对不对 我造写 然后后面是V 乘上一个很重要的 反 假如说我们单单只是看这个equation 这个equation看起来很简单 这个equation数学上叫做Hemmholtz Hemmholtz equation 只要符合这种形式就叫Hemmholtz equation OK 目前这个看起来是非其次的Hemmholtz equation 看起来很好解 因为以前学的都很好解 但是我们这次再仔细看啊 不对耶 这个右边这个像这个其次像的本身并不是一个常数 而是一个包含你的位置数的 我把这个也用绿色 我把这个也用绿色 原来两边都有位置数耶 没有想到这么简单耶 那这次怎么办 这次怎么办 我们以前求解这个非其次项的我们怎么解 我们先解其次的结果 让右边等给你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加上个particular solution particular solution呢 就要看看它可能是什么拆开了 你就去拆它 拆完之后丢进去算 算出来这两个加起来就对了 OK 但问题是以前的这个跟位置的解没有关系 它只是个特别的函数 但现在没想到这个 跟你的解的本身又有关系 哇 那这下子就麻烦 OK 那这个时候呢 有人就建议用一种方式来解 OK 假设呢 有一个函数 叫做 它定义有一个函数 叫做G 什么叫G G呢 吻合一个函数 假设G是这样 也就是说G呢 是Henholz equation 只是它右边是个什么 是个delta的source delta function 形状的source 你知道这个函数的意思吗 对不对 它在R等于0的地方等于1嘛 出的R的地方通常都不是0 都是0 它 只要吻合这个 这个就叫做G 这个的解 OK Define A solution of 这个东西 OK 好 我现在在上面呢 编号一下 这叫D1 这叫D2 这叫D3 假设你这样子 No 你看这个跟这个长得很像 唯一的差别 右边这个是Q 是这么大串的东西 这边右边很简单 它是delta 假设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么 这个是上面的这个解 就可以这样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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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就可以这样子写 哇 你这想 那它为何太天才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比较好解 这个解完了解答之后 把它摆在这边 然后把后面你原来的这个Q呢 我把它夹象成 是在R0这个地方 然后对它做积分就好了 它就跑出来 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对不对 这种解的解法 叫做Grain Function 一个解法 OK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真的可以 太一厢情愿了吧 我们稍稍微 我看看要不要证实一下 OK 基本上你把它带进去 OK 基本上把它带进去 我看看这边 我没有把解 证明的写下来 不过你们自己去翻一下 OK 通通都在课文上面 好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边我们要给几个名称 好不好 G呢 就代表怎么样 Grain Function Grain Function the Green's function of the Helm-Hole's equation 哪一个 equation 它代表的是一件事情 the response 就是它的结 结就是一个response or solution to a delta function source OK 好 那现在问题就是 怎么把三解出来 三其实不是很好解 因为这边其实有一个delta function OK 我们发觉在这个real space很难解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转 我们发觉delta function 根据一下所学过 Foreal transformation 非常像 OK 我们可以利用Foreal transformation 的方式 OK Foreal transformation Fluetransform是怎么样 GR一定跟一个叫做 在S space的GS两个是对应的 那么在那个space上面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把它乘上expansion IS.R 然后对着S TG积分起来 这个时候前面乘上它的normalization项 你就可以把它转换过来 OK 意思是你也可以把它转换过去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五个四肢 那么这样一来 把第五个四肢带到第三个四肢 我们就把第三个这个 我们要解的这个目标怎么样 把它transform过去 所以我们就有 OK 用这个整个四肢带代替 那因为这个积分值对S积分 跟这两个没有关系 所以我可以把这两个直接丢到这里面来 OK 我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OK 那我们来看看其中几个呢 比如说这个 作用在这个上面 好 所以其中呢 有这个 它刚刚会等于什么 负的S平方 Exponential I S dot R OK 同时呢 Delta三次方的R 这个呢 它 也可以有Fural Transformation 它就变成 就变成这样子了 OK 所以我们把 这个叫做第六个式子 这叫第七个式子 这叫第八个式子 OK 我们把六 六子的就是第三式子的左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第七个丢到第六个来 那第六个再把它丢到式子的左边 第三式的左边 然后再把下面Delta这个呢 丢到第三式的右边 我们是不是construct 我们第三个式子出来 第三个式子的左边就等于这大串的东西 好 右边就等于Delta OK 我们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OK 整理一下 两边对照一下 我们发觉 我们发现GS立刻算出来 我们还写成两项 系数项写在这边 后面有一项 我们就可以得到奖 OK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终于 S space的G把它算回来 那因为G跟 在S space的G算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利用第五个式子 把它转换回 real space的G 对不对 那你是要执行这个积分就好 OK 看起来很简单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是还在操呢 还是已经loss掉了 OK 我们再讲一下 我们刚刚要讲的就是说 假如是说 我们把这整个形式 都用一个Schrodinger equation来写 但因为这个V又不等于0 所以这个很难做 所以呢 有人就突发奇想 他把它转换成这个形式 因为这个形式叫Helm-Holtz equation 但对上很好算 就一看 前文件很复杂 因为Q包含一个位置 你还没解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他就运用一个green function的方式 他是说 假如说 我能够找到一个green functionGR 它吻合这个Helm-Holtz equation 右边是个delta source delta形式的source 那么 假设我能够把这个GR解出来 上面的这个phine呢 就会等于GR 乘上source 在这一条上面 原来的Q 这一大串的Q 放在这边 然后对空间积分 你就可以转换过来 他告诉我们这条路 所以呢 这个证明呢 就在课文上 才GTL equation 很快就算完了 请大家回家看 那么现在剩下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必须把这个解出来 这个解出来 带到这边 答案就跑出来了 答案 phine 算完 你就可以用flux进去算 你所有的cross section 通通都算完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问题是 这个怎么算 我们发觉 这个在real space 很难算 但假设我们可以 利用full transform 把它transform到 s space 所以呢 我们就利用 full transform的形式 然后将这个式子的 左边 transform到这边来 右边 第二个方式 transform到这边来 你发现 大家都有同样的形式 那这个G 乘上这个 这边有个 因为这边有二分之三 这边没有嘛 所以你凑一下 马上就发觉 因为这个层这个 在层上某一个 会等于1 所以GS就等于 这边的倒数 马上就跑出来了 那 它在S space的 G算出来了 你现在只要 在运用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把它转回real space 那是不是到时候 我就可以丢到这边 就把微方圈算出来 对不对 解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 怎么把它转换回来 我们的目标 都是在做这个 OK 这也叫第九次 上面这个先不懂 第十 第九之一 OK 我们就这样子 好了 这一看 你发觉一件事 我们S是随着一个空间 积分 但是假设好死不打 S等于K 它就发散了 对不对 所以碰到这种问题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回到负变 负变的积分 我们就用负变的什么 余数定理 中文是不是叫余数定理 Residual Theory 叫做什么 流数 流数定理 OK 那我们就可以算了 你看看 在S里面 S跟K呢 有两个点 是其一点 这一看就知道 S 在等于正K 负K的地方 都是怎么样 Singularity 也就是说 我画个负空间 实空间 虚空间 那么这个S呢 有两个点 一个负K 一个正K 但因为现在既然写说S 我这边就把它换成S 这两个点是 所以我们需要 积分 那这个积分怎么做 OK 好 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的第一件事情 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显示 好不好 整理成我们比较 熟悉的显示 所以整理完 因为这边有个exponential sign 很麻烦 OK 那我们来看 S dot R 就有点S R cosin Theta 所以在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是个体积分 我可以强烦成半径 乘上一个 一个角度的积分 那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Theta的积分 因为这边有Theta 这后面有没有Theta 没有 Theta的积分 我可以提出来 什么 G它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积 那Fi呢 Fi一积就会拍嘛 所以没有 弄完这个 只剩下S积分 还没积而已 那这个很容易积啊 这个马上就把它积出来 OK 所以我把这个呢 整个带进去 所以9之1呢 马上就会更进一步的变现 所以我应该要干嘛 我好像每个都很需要 那怎么办 这插掉 把那个整理在这边下 我就足够的空间可以计算 OK 我们现在是 这个都不要了 OK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OK 先把Shorting Requestion 简单的先写在这边 OK 所以我们来求解一个 叫做G的 那 我们这个Fi呢 根据这边呢 可以写成 G的 R减掉R0 Q在R0的这一点 然后对着R0积分 R0指的就是Source的点 OK 那其中的G R呢 我们可以用Fuller Transformation OK 我们可以这个样子 那么 经过这样计算完之后 我们GS都没有得到了嘛 GS 管它了 反正就把它写下去 我把那个式子抄过来 好 看我这边来抄 比较简单 这是9之1 对不对 OK 我把9之1保留 所以现在要把9之1算完 我们就得到G G再丢回来这个 这个是哪一个式子 第四个式子 第四个式子 是不是就把Igon Function算出来 有Igon Function 我们就可以用Flux 计算进来的 出去的 两个一除 就是我们的Differential Cross Section 然后呢 再把它积分起来 就得到Total Cross Section 对不对 我们所做的方式 几乎都是用这样子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继续来做 好 那我们的面对已经算出一些东西出来了 所以我们9之1式呢 就可以继续前进 它会变成为 OK 我们终于变到这么简单的一个形式 所以现在我们有个函数 底下有两个S 我们是沿着S积分 S从零G到无穷大 所以基本上 你能够喷过它的Singularity Point 对不对 但是基本上 我们很讨厌零到无穷大了 因为我们以前学的 都是从负无穷大到 负无穷大G到正无穷大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扩张一下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等到4π平方R分之1 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SSinSR 除以K平方减掉S平方DS OK 那就简单很多了 那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做呢 应当怎么做 我们发觉Sign在这边也很麻烦 因为我希望给它一个比较清楚的东西 我把Sign在back成Exponential 所以这个地方I就会提出来 8π平方R 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SExponentialIsR 除以K平方减掉S平方DS 减掉SExponential负SR 除以K平方减掉S平方DS 这个比较好算 对不对 因为Exponential在负力的转换里面比较简单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很简单 把后面两个呢 盖刮成两个符号 I1 减掉I2 OK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说 好 也就是我们要现在剩下来 要把这两个积分算出来就好了 那这两个积分其实蛮好算的 因为呢 相当于说 我们有两个Pol 有两个Pol 那有两个Pol呢 你就会变成两个相加 OK 我们把其中一个 OK 你记住啊 你去查一下 量力里面有这个 假设你对一个东西做一圈的积分 假设它的Z等于零的地方有个Pol 那它会等于什么 2Pi I F Z 这样子 就可以了 那么假设它有两个Pol呢 就把这两个Pol加起来 它的流出电影把它加起来就对了 OK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I1 假设你们对流速电影不太记得了 你上开放科技的 你上开放科技网 去看应用数学 我以前讲负辨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它 OK 应该很容易记得了 好 那I1呢 我们就可以等习成这样 OK 这是其中一个点 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的就是 把它绕过去 那你可以怎么做 从很远的地方记分过来 到这边绕过去 到这个地方绕过来 然后再从很无穷远处记回去 也就是我们整个基础上半步 有效的空间 OK 所以它会等于2Pi 乘上这个的流速 OK 这个的流速就前面这个 会等于S exponential I S R 除以S再加上K 哪一点的流速 S等于K 的流速 所以它会等于I Pi Explential I K R 一样化胡卜 Similarly I 2呢 就可以写成 Fu I Pi Explential I K R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终于把Koen方选 终于把它算出来了 我们终于把它算出来了 哇 真是不简单 OK 终于把这个算完了 所以我们要算上面这个呢 很简单 直接把它丢进来就好 好 好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呢 这个呢 G R呢 本身针对的是什么 是什么 Hemihose Equation 针对的是这个 OK 会等于Delta function 我记得有三次方 对 对的这个解 任何我们求非骑士方程师 我们都晓得 你要再加上一个其次的 假设有个叫做G0 R的 它是等于这样子的解 你要把它加上来 所以完整的解会是什么 完整的解一定是这两个相加 对不对 一定是G R再加上G0 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才是完整的解 所以我们把这个完整的解呢 带回来到第四个字 所以我们把第四个字 带回来到第四个字 是不是第四 对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为方学了 把它求解出来 它会等于 第一个 没有受到三色的 感谢观看 OK 那我们就可以写出这个诗词出来 这是我们第十二的诗词 我们终于上这个节的 OK 好 先问你一次 这个积分也很难算 你看看 好 这边我先把它定义式写一下 它会等于这个诗词 它会满足这个诗词 这个叫做 这个很难解决的是因为 这个当然是知道的 这个是位置 位置我把它 写成这样 这个呢 也是位置 只是位置知道而已 要在这一点的位置 那很难算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算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引入任何approximation 我们只是乖乖的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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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下 跟Bone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引入Bone它的approximation OK 我们假设呢 Vr Vr呢 等于0 For R呢 于 R0 OK 也就是说这个V子 在某一个固定的范围之内有效 反正你样品放在那边 只有样品里头有效 样品出来就无效 假设可以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就有些approximation 可以开始用 记住 这个approximation 也不算是真正approximation 因为这是我们实验的架构 对不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只是实验的架构 那我们来看看 那这样子一来呢 R减掉R0 的平方 不用 这个呢 就可以趋近于R减掉R绝对值 R的单位相量乘上R0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展开式 而且呢 同时 and let K啊 我们不是说是K是一个入射光的 的K跟散射光的K 大小都一样 现在我们是考虑散射哦 那它是不是大小一样 完全不变 跟入射光一样 只是方向 我现在是辐射线方向 对不对 OK 我们只考虑到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当中有这个项 我们要稍微做一下 这个exponential IK R减掉R0 除以R减掉R0 可以写成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这个是第四三个式子 OK 那费林是什么 因为费林要遵守这个嘛 所以它告诉我们费林啊 应该会变成一个平平坡的形式 OK 这个是第四式的形式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把上面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 把它简化成这个样子 而且它现在好 好 好 看到 怎么 OK 我们可以写成低数 所以假设再把这个 跟我们前面那个假设来配配看 这个地方 前面本来是说 我们要等于什么 A exponential i k z 再加上A的f theta exponential i k r 所以准备答案 我们马上就知道f theta 会等于什么东西 OK 我们可以算到这边 好 算到这边为止 我们已经将这个形式算出来 但是你击不出来也没用 但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没有做任何aproximation 唯一我们有说 用一个aproximation的方式 是因为我们实验了仪器的germetry 本来就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都还算合理 现在这是怎么去积分呢 所以bomb呢 开始要开上广场 OK bomb他有个想法 OK 假设 bomb了aproximation 我们要称之为weak potential approximation OK 他是说 假设我们fine 阿灵 这个是这边的嘛 对不对 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晓得它是什么 假设呢 它在很微弱 记住我们这边讨论 这边都是指出去的坡 对不对 出去的坡 因为我们是在后面这边 对不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看成为 这个fine 也就是说把它看成类似一种 在某个状态下面 可以把它比拟成为 我们熟知的 类似的这种平面坡 OK 假设可以的话呢 那就很方便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的potential是weak的 很weak的 你进去散射其实不大 大部分呢 跟平面感觉 就穿过去了 那只有少部分会被散射 OK 那这个时候 我们用平面坡 来描述你散射出去的 因为它大部分都 都直接穿透嘛 其实它并没有很多角度分布 大部分都直接穿透 对不对 那我用这个来比拟它 这里面的这个 应该差别不大 真正是它的修正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假设可以这样子 那么 我们第16个式子 就可以进化了 OK 就变成为 负的m over 2pi h 8平方 exponential i kplung 就行这个积分了 对不对 那还有一件事情 假如说呢 我们现在啊 实在很低能量了 破产很长很长 破产很长 所以呢 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它又是一个 你看看啊 上面这边是什么 kplung 减掉k kplung k跟k是什么差别 k是指入射光 我看看 kplung 哪一个是入射光 ok 入射光是kplung 因为kplung呢 等于kz 这是不是入射光 那我们常常就是说 你可能入射光 是这样子的一个kplung 就打到东西 有个散射 散射到k 所以你这个地方是 kplung 减掉k 你发觉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求 这个是个很weak的 很weak的话 我大部分的光 都是穿透过去的 所以我让你散射掉 这个的 这个比率不大 这个比率不大 总之有平均起来 意义呢 可能不是很大 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呢 这个是类似 一个常数值一样 我们就把模拟 成一个常数值 假设是可以这样子的话 那你这个 就可以直接提出来 ok 也还没有 因为这边 它就变成一个常数 我就直接 就不要管道德了 我就直接可以 把这整个的东西 看成一个常数 把这整个东西 看成一个常数 因为 它是这个 是在材料里头的嘛 R0的位置 ok 那么 假设可以这样子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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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可以说 可以用一个常数来比 那么这样子我们第18个四字 就可以写成类似这样 就把它当做1吧 这样子就好 这是个low energy OK 我们就可以等于这个样 所以剩下的呢 你们V到底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看完之后呢 我们今天就讲完 然后我们就留一点时间 让同学呢 有问题的就过来问 好来我们来看看 For example 这个low energy soft sphere 现在有颗球 我把它当做比较软的一个球 不是个刚性的球 它的scatter 什么叫比较软呢 因为它作用力呢 是用V来表示 而不是无穷大 V呢 会等于V0 假设呢 R呢 在A里面 出了A之后呢 通通都等于0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这样一段 我们就要把这个呢 带入第19个四字 那么19个四字呢 一计算呢 它是计算 θ跟φ 对不对 Skaterin amplitude 你就对着它积分 R的积分 所以呢 Horway等于负的m 2πh bar平方 我们看 系数像完全一样 那这边就是V0 因为只有这里面有效 所以我只记这里面 那因为它是常数 可以提出来 那剩下只有体积嘛 体积就是3分之4 πhc 3次方 OK 这样子就可以 抱歉 这边应该还在为止3吧 OK 还在为止3 你要是不喜欢 这个0不见 我就把0加回来 OK 这样子看起来会比较简单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 这个一算完之后 我们是不是 其他的系数 可以通通都开始算 我算 我写在这边 嗯 所以呢 我们的底细达 底细达 就等于F的平方 会等于2mv0 A3次方 3倍的h bar平方的平方 我们的total的cross section 就可以写成4π 2m2mv0A3次方 over3倍的h bar平方的平方 OK 它就变得这么复杂 OK 各位看看 它这个指的是说 它这个V是个球状对称的V 在旁边呢 有个位呢 在这里头呢 位呢 大概通通都等于V0 是等于常数 它的外面呢 V就等于0 它的这个半径呢 是A 假设V 在这里面等于无穷大 那就是钢体 那钢体你所看到的呢 假设在古典的状态下面 它的cross section 就是πr平方 就是这个面积 在量子力学里面 比较远的呢 可以看到4πr平方 πa平方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里面不是无穷大 所以它会等于这样一个数字 OK 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假如说 我们VR 是一个球形对称的 一个potential 那么 它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当然 这个时候就 关系到你球形对称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不 起码行事 马写一下 因为钱都是这样子做的 它就只是这样子 而且呢 而且呢 我们要让这两个入色光呢 跟 散色光两个的 这个的 是叫做一个kappa OK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所以呢 我们在计算里面呢 会有一些啊 这个的呢 我们先把它 做一做 所以 所以这样一来 好 OK 这样子 就可以了 或者是我们把不相干的 应该fly就可以直接积分掉 对不对 figa也可以积分 所以只剩下r的保留下来就好了 所以这个呢 就可以等于 2m h8平方k 0到无穷大 r v r 其实我现在r0 已经把它写成r了 OK focal symmetry potential OK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算出来 这个就保留在这边 到处看看它是什么 假设它是r分之一的 像我们的电的 r分之一 r分之一 是不是整个就消掉 你得到一个cos OK 那f theta就可以知道了 那其他的cross section 通通都可以做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 所以你回家 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假设 它正比r分之一 对不对 下面有一些系数项 系数项叫做a好了 叫做c OK 那么你把它带进去 这个就不见了 就剩下积分sine而已 OK 那sine积分完就变cos 那这个呢 你可能要用那个 看要被用到负变的几分 OK 各位自己再下去 看看它怎么样 好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了解 你用 quing function来解 好像 比较容易算到一个 exec的形式 假如说 你用partial wave 下去计算 当然了 你功力要很强 然后呢 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 很多地方都会appersimation 因为真的是很难做 OK 那真实的状况呢 反正我们都有电脑在帮忙 OK 电脑在帮忙 所以呢 你把整个equation呢 跟你的结构丢到里面去 它整个都可以帮你算 OK 好 今天讲到这边 看大家已经头和脑胀了 对不对 好 头和脑胀 那我希望呢 剩下的部分呢 各位